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魏老师给大家讲故事 今天接着来给大家讲向中发叛变的一个始末 就上节我给大家讲了 向中发作为我党的最高领导人 他被捕之后 选及叛变 就是被捕之后 根据可靠的消息 他就是说半天之内就叛变 那么具体的来龙去脉呢 其实我上节讲过一部分 就是说在史学界对于他是否有叛变 还是有一定的争论的 主要的争论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说向中发作为我党的最高领导人 他身上的机密是非常多的 为什么蒋介石把他抓住之后 第二天就把他枪毙 这个是争论的一个焦点 就是说相对比而言 顾颂章他作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那么向中发作为总书记 就是说他俩在我们党内重量级别的两个叛变 两个叛徒 那么为什么蒋介石对待他俩的态度 截然不同 因为顾顺章也是同样被捕 被捕之后叛变 所以说呢 国民党还重用顾顺章 但是为什么向中发的职位比顾顺章高 那么重要性比顾顺章更重要 但是为什么国民党方面不留着向中发 从而可以让他为国民党效力 或者能更进一步的利用向中发来 摧残我党的这个组织脉络 为什么蒋介石没有这么做 而是在两天之内就让巡视会把向中发给枪毙呢 所以说呢 这个是史学界在争论或者在研究的一个话题 那么反过来说 向中发最终有没有叛变 那么这个是铁板钉钉的肯定是叛变了 为什么这么说 今天呢给大家来详细的讲一下 那么至于说向中发的履历之前讲过 今天就不再重复 主要是讲一下他被抓的当天和前一天 就是由于三亿年的四月份 顾顺章被抓 顾顺章他作为中央特科的行动队队长 他对当时中央的所有领导人的住址 包括我党的地下的街头站点 包括的交通线全部都非常的清楚 你像当时王明 曲秋白 周恩来向中发他们的住址 顾顺章都知道 所以说顾顺章被捕之后 马上就叛变 准备要供出周恩来他们的地址 然后把我党高级领导人一网打尽 所以说好在当时有打入敌人内部的钱庄飞 获知了顾顺章叛变的消息 通知了李克能 李克能长长通知到了周恩来 所以周恩来指挥中央特科 给中央的领导人来了一个大搬家 从而呢致使顾顺章的这个叛变 对于我党的这个影响跟损失降到最低 但是那么顾顺章的叛变还是怎么样 给我党带来了非常严重的损失 就是说有很多那种来不及转移 或者来不及更换联系方式的这种地下交通人被捕 而且呢当时顾顺章还指认了在牢里面的 我党创始人之一的运带因 那么就说包括我党最高的当时的名义上的总书记 项中发被抓呢 也跟顾顺章脱不了干系 那么具体的项中发被抓是在31年的6月21号 那么当天是什么情况 因为当时在上海啊 顾顺章叛变之后 我党的很多据点 很多秘密联络的地址 都基本上都已经是怎么样 打名牌了 国民党方面已经知道了 所以说呢周恩来组织中央特科 全部新租了这个住的地方 包括给项中发新找了房子 但是由于当时这个房子没有收拾好 项中发没有住的地方 所以说呢周恩来跟邓颖超当时住一个二层小楼 就让项中发当时的总书记住在他们楼上 这是第一是给他找个住的地方 第二是呢 其实是对项中发的一个监督跟保护 为什么 因为项中发这个人不老实 他在外面找了个妓女 算是小老婆吧 这个妓女其实呢 就是对他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威胁 为什么 因为这个妓女 他不知道项中发的真实身份 项中发对外的引护身份 是一个古董商 但是呢他随身都带五六个保镖 拿枪的保镖 那么这个妓女叫杨秀珍 他就觉得哇 这个项中发应该是大有来头 抱着项中发的大腿 然后呢心甘情愿当项中发的小老婆 所以说呢 这个妓女由于她没有这种反侦察意识 她是住在另外一个旅店里面 那么当时呢 我党为了保障项中发的安全 还派了人币时的老婆叫陈宗英 跟这个妓女住着 为什么 就是要监督跟保护这个妓女 看周边有没有什么敌人特务 由于那个陈宗英是我党的同志 他对这个呢地下工作比较敏锐 其实呢就是为了保护项中发 结果呢 由于当时啊 在上海一片白色恐怖 因为顾顺章亲自带着国民党军统的 方面的人在到处搜捕我党的地下党员 所以说是当时为了保障项中发的安全 周恩来呢就联系了啊在中央苏区啊 就是毛主席所领导的中央苏区准备把项中发就送到中央苏区去 那么所以说6月21号当天 项中发就说我去苏区之前 我得去见一下我的这个小老婆杨秀正 那么当时周恩来跟啊 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是不同意的 因为这个你不要因为儿女私情那些事 影响了你自己的人身安全 影响了革命斗争 但是那象征话不听 啊就是这个时候其实邓颖超都很生气 就是邓颖超有个回忆录 就说我跟恩来 为了革命斗争的事情 说封开马上就封开 各自革命去了 没有见过你项中发这种婆婆妈妈的男人 你作为我们党的最高领导人 为了一个妓女 你第一是自己以生冒险 第二的话就是啊 还有可能会影响我们党的一个视野 但是呢项中发不听 就项中发啊其实是一个什么 就是他是从最底层的工人啊 一路做起来做到我党的最高领导人 就是说他本身没有什么学识跟修养 大家记住 就是这个人的学问跟修养 他其实呢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他没什么学问 那么致使他对于这种 个人的修养 他的本身的修为就不高 所以说呢就这 没办法 他不行 他一定要去见他的这个 小老婆杨修正 所以说呢 当时没有办法 那么就答应让他去见 但是呢要求快去快回 什么意思 你去了见一眼 你就赶紧回来 啊 那么这个项中发答应的好好的 那么项中发去了呢 是21号晚上到了杨修正这个酒店 到了之后见碗面之后 那么由于啊 人必事的爱人啊 陈宗英也在那里啊 做做他们的一个保护人 陈宗英就建议 你面也见了 你赶紧走啊 这里不安全 因为之前啊 顾顺章帮项中发找了一个佣人 这个佣人呢 顾顺章叛变之后呢 也联系了这个佣人 就是想查到谁呢 项中发的下落 所以呢 这个佣人其实呢 他已经知道啊 项中发的这个啊 就是小老婆住的地方 啊 所以说呢 为了安全起见 陈宗英呢 就劝项中发你赶紧走 面也见了 但是项中发是没事 今天晚上在这注意晚上 其实呢 说白了还要跟他的这个小老婆 缠绵一个晚上 那由于项中发当时是最高的领导人 所以说呢 那么陈宗英也拿他没办法 所以说呢 项中发就住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一大早 他呢 去了这个旅店旁边的一个出租车行 去叫出租车 然后呢 准备回中文来的住所 然后呢 就在这里被抓 为什么 就说呢 顾顺章对于项中发的一个行为方式 生活习惯都摸得非常清楚 他知道项中发出门肯定是要打车 所以说呢 项中发之前打过车的哪些出租车公司呢 顾顺章都派人在那盯梢 而且呢 把项中发这个形象描述的非常清楚 50多60岁老头满口金牙 左手十指少一块 那么其实他这个身份特明显 他一去了叫出租车的时候呢 就被当时的这个便衣特务给抓了 抓了之后 下午就判兵 供出了很多什么呢 我党的重要消息 那么他当时呢 由于我党还不太清楚 不太确定他是否判兵了 所以说呢 周恩来紧急让中央特科拿了 5万块的银行本票 要知道5万银元 在那个时候是天文数字 然后委托杨渡 那么杨渡这个人呢 他在民国时期 是非常有知名度的一个人 他呢是怎么样 当过袁世凯的顾问 所以说呢 委托杨渡拿这个钱去找渡月笙 看能不能想办法 把项中发从法租界的巡捕房 给保释出来 为什么 就是当时呢 是在法租界把项中发抓住的 还没有引渡给上海的国民党方面 所以说这里的话 其实还是有一个时间差的 只要法国人愿意放人的话 那么项中发还是有被救出来的可能 后来呢 就是杜渡把这个钱给还回来了 一封没药 就说这个不行 因为这个项中发被抓的事 南京当局已经知道了 那么很快被引渡到 这个巡视会的上海警备司令部 上海龙化警备司令部去 所以说是现在无能为力 那么这里插一嘴 为什么说杜月笙能成为上海他那个传奇人物 那你想一下 人家杜月笙有没有给你办事 把五万块的银行本票给了你 人家杜月笙专门为你去打听 去跑腿 游费路费 卖面子 去做事 其实人家杜月笙在这个里面是出了力的 花了时间精力 跟花了钱的 但是人家把事没给你办成 把五万块原封不动的给你退回来 这就是杜月笙 虽然是上海他那个青红帮的帮派的一个帮主 但是呢 人家做事 是有这种江湖义气的 这也是他为什么能在上海他成就一方事业的原因 那么反过来说 如果这个事放在普通人身上 说 我替你去办事 可以 那么我出去的打车费 我今天花的时间 能不能办成我不说 但是你要把我这个办事的费用 不能我贴着钱为你办事 人家杜月笙就其实是贴着钱为了我党办事 而且呢 在松户会战的时候 就是在上海 国民党当局对抗小日本的时候 杜月笙也是积极的为国家筹款 还能组织杀上海的这个帮会的成员 做成什么呢 地下交通员 送情报 运送粮草 帮助筹集粮草经费 尤其是他的这个帮会在松户会战的时候呢 其实也是为抗战出了力 做出了很大的牺牲的 那么改天有空的时候呢 单独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他在抗战中的一些事迹 那么回过头来说 就是杜月笙都根本说是没有办法救不出来向中发 而且呢 就是当时啊 中央特科已经获得了谁 向中发已经叛党投底的一个证据 为什么 就是当时通过寻补法呢 买出来了向中发被审判的时候的 他写的一个证言证词 他写的是非常详细的 比如说他供出来啊 那么问 现在你们红军有多少兵力 向中发详细的供出来了 在中央苏区的红一军最高领导人毛泽东 红三军最高领导人是彭德怀 红四军的领导人是在厄远苏区 是当时供的是邝纪勋 那么还有红五军 红六军 红七军 他把这个详细的情况全部供出来 还有就是说 包括我们现在上海有多少党员 一个月交多少党费 那么在上海的最高领导人 比如说米夫回国之后 谁是最高领导人 他全部都给供出来了 就说周恩来啊 他呢 是当时作为我党的日常事务的负责人 因为当时呢 向中发被捕之后 王明是事实上的领导人 那么日常事务还是周恩来主持 所以说呢 那么周恩来对于我党的同志被捕之后 有没有叛变 这个是非常慎重的 他不可能说听一些风言风语 说是传闻说是向中发叛变了 就真的认为向中发叛变了 周总理是经过多方的去落实 第一让中央特科想办法去找向中发是否有叛变的这个材料 那么中央特科两拨人从法租界到向中发被引渡到国民党巡视会 就是龙化姐妹司令部之后两份口供全部买出来了 向中发亲自供的有些什么什么内容 这个呢就是说板上钉钉的是向中发是肯定叛变的 再一个的话就是说周恩来啊 再一个的话就是说叛变这个词非常的难听 周恩来是本着对党内同志负责的态度 以声犯险怎么样 由于周恩来跟邓一超这个住址 只有向中发知道 因为向中发跟他们住一块的 所以说是为了判定向中发有没有叛变 周恩来是站在晚上特意回到自己的住处很远处 来看这个房间有没有什么动静 结果呢站在远处看到了这个房间灯光的变化 啊就是说那时候开着灯因为他俩都不在 关了灯呢为什么晚上又开了灯 那么说明有人进去了房间正在搜捕 那么从而才确定这个向中发确定已经叛变 啊就是说为什么当时党内又怀疑向中发有没有叛变呢 啊就是说向中发他叛变的话 那么同样我党重要的一个领导人 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叛变 就顾顺章跟向中发的这个在党内的位置旗鼓相当 而且呢也是我们党内非常重要的人物 顾顺章叛变之后蒋介石重用他 让他在军统做事 啊那么顾顺章挖出了很多我党的地下交通线 对我党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那么同样向中发作为我党的最高领导人 蒋介石为什么在抓住他两天之后 24号就把他枪毙 要知道22号把他抓住 24号就把他枪毙 这个是让我党同志想不通的啊 也是让我党同志怀疑向中发没有叛变 坚征不去猜变蒋介石枪毙的 啊那么按常理来说的话 留着向中发的意义更重大 留着向中发可以更多的审讯出来 我党的很多秘密联系据点啊 我党的消息啊 我党的资料啊 而且这个时候向中发已经叛变了 他可以带着国民党方面抓住我党更多的人 而且呢还可以借他做文章 什么测访我党啊 或者让向中发发布是脱党声明啊 来丑化我党啊什么 可以做一系列的工作 但是为什么蒋介石就叫巡视会 24号就把向中发枪毙了 啊那么原因是这样子 这个呢就是很多种说法 但是比较可信的一个原因是什么 啊两条 其实有一条我之前讲过 一条呢就是巡视会抓住向中发之后呢 赶紧给蒋介石发电报 那么蒋介石当时呢 第一担心夜长梦斗 因为中央特科的人是非常厉害的 就是你在上海如果把向中发看不紧的话 那么我党的同志有可能通过捷御 或者买通国民党党局的守卫 把向中发救出去 啊那么蒋介石为了已决后患 直接要求把向中发给枪毙 一了百了 再一个的话就是蒋介石认为 作为我党的最高领导人 叛变是不可能的 所以说呢蒋介石首先给巡视会发的电影是 着急枪毙 所以到了24号呢 巡视会就把向中发拉到了刑场上要枪毙 那么这个时候向中发一看 啊没命活了 啊那么才同意说是怎么样 啊说是啊我招了 我所有的都招了 但这个时候啊 那么熊士会觉得比较麻烦 因为已经收到了蒋介石的这个手艺 要求枪毙 那么枪毙的话呢不管你有没有叛变 老头子说是让枪毙你 那我还问啥犹豫豫啥 所以说呢就把他给毙了 但是后来把向中发毙了之后呢 又收到蒋介石的命令 因为蒋介石当时可能又想通了 说是留着向中发比把他枪毙了 有更大的作用 但这个时候已经完了 巡视会已经把向中发枪毙了 但是这一说呢 其实里面很显然矛盾重重 就是说当时蒋介石抓住了我党最高领导人 是否要枪毙他当儿戏吗 其实那就是说 据很多历史学家风险 这一条其实呢 这是一个讹传 并不可信 那么真正可信的是什么 向中发被引渡到龙华警备森林部之后呢 他一开始是坚征不屈的 不招 那么就给向中发做电影上电行 这倒是说 一个人呢 受这种什么鞭打呀 什么火烧呀 这种疼痛 那么就说 如果你意志坚定是能忍受的 但是受电行呢 这种是什么 受电行 它不是说是肉体上本身的痛苦 那么电行还有一种什么 神经上的控制 就是一个人的这个肌肉的动 比如说你胳膊抬起来 或者说话什么 就是靠脑电波的发出的电流的信号 指挥肌肉的这个运动 那么用电行的时候的话 就是人的这个神经紊乱 电流不受大脑控制 肌肉乱动 所以说呢 就是受电行的时候 人有的时候的话 不是靠人的意志能控制得住的 再一个的话 就是这个电行的这个痛苦 远远比什么鞭打呀 上行来的痛苦的多 那么向中发当时年龄也比较大 他就根本忍受不了这个电行 所以说呢 上过这个电行之后 叫他做电椅之后 他就招了 而且呢 就是当时呢 有一个我党 保管档案的同志 姓张的同志被抓之后 国民党当局要审问他 给他出示了一张 向中发做电椅 受电刑的一张照片 说你要是不好好交代 向中发做电椅的行为要给你用 所以呢 这个人可以作证 就向中发肯定受过电椅的这个刑罚 那么就说这个国民党当局 给向中发上电刑 但是由于这个电刑呢 他是怎么通电量过大 就把向中发给电死了 不是当时死的 向中发招了一部分内容之后呢 后来就他身体的这个本身 有很多疾病 死掉了 死掉之后 那么这个说法其实是可信的 那么死了之后 向中发首先来说 他肯定是判病了 因为很多这个资料啊 他供给国民党的这个 自白书 就如果不是他本人供出来的话 国民党方面不可能掌握到 有些只有向中发 自己本人能知道的细节 那么具体的 实际情况是怎样子 那么最清楚的只有谁 巡视会一个人 就是远在南昌的 国民党的主子蒋介石 他当时在南昌他倒不是很了解 里面具体确实的一个内情 但是巡视会致死都没有怎么样 公开去披露向中发的这个 被枪毙的这个细节 所以说呢 这个呢就成为一桩历史的悬案 放在这里 所以说呢 期待于将来会有更多的这种 解密的档案 或者是蛛丝马迹 来确切的了解 向中发当时死亡的一个原因 但是不可置疑的一点 就是说向中发当时肯定是 叛变了我党 所以说呢 才有钟来对于向中发的一个评价 向中发的节操还不如一个妓女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当时就说向中发找的这个 小老婆的这个妓女叫 陈秀珍的 他呢 人家见过大风大浪 阅历过无数的男人 对向中发的身份能猜测到一二 明知道向中发有可能是 共产党的领导人的情况下 一口咬定 他就是一个做股东生意的 反而向中发劝陈秀莹说 我已经都招了 你也就老是招了吧 所以说这才有 为什么钟来对于向中发的评价 他的节操还不如一个妓女 一个妓女都怎么样 在国民党面前奸征不去 而你向中发呢 卖党卖国 所以说呢 向中发会永远的被定在历史的吃入柱上 好 那么今天关于向中发背叛的经过 就讲到这里